25年 手冰凉的 是 是吧 你找谁啊 找我弟弟 他叫王林 什么时候丢的 89年的8月5号 89年 走的时候他七岁了 七岁 七岁怎么能丢了呢 当初 8月5号那天 他同我们一家人 同父母干老佛 别人叫我们一起去那个 看录像 看那个 录像的时候 已经是很晚了 我同他一起去的 我带他去的 我同弟弟去 因为那个时候他七岁 我是哥哥 你几岁 我们小 我那个时候十岁多 快十一岁 我们个子小 看不到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 农村有个推 推豆腐那个石墨 那个墨子上宽一点 大一点 他可以坐得住 我就坐在那个旁边 一个梯子上面 我们就在那里看 大概 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去那个 上洗手间 回来的时候 发现我弟弟就不在了 等于在那个石墨子上就没了 是 回家找也没有 当初没有回家找 当初因为亲戚说 可能 可能他回去 自己回去了 或者是跟邻居 因为之前他有自己 从亲戚家 我外婆那边家 自己走回去过 多远 那个时候 十四岁 四岁的时候 大概直径有两公里 晚上你弟弟不可能 自己走回去 当初那个时候不懂事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一直很 一直很愧疚 自己心里一直过 你第二天没回家找 第二天我没有回家找 为什么 我是去了 我的亲戚家 和外婆家 因为看录像地点 是我外婆家 很近的 反正去找 去找了 然后没有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我一个表舅 把我送回家 估计可能是孩子丢了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我父母已经睡觉了 这个时候才知道 孩子已经丢了 你父母确定丢了以后 打没打你 这个事情 一直我 深深自责的一个事情 可能他们打我 我心里可能也会 好受一点点 他们从来没有 遮备过我 也没有打过我 你们就这弟兄俩吗 后来一想念孩子 大概过了六年的时候 又生了一个妹妹 我现在还有个妹妹 这对母亲来说 多少有些安慰 他们喜欢孩子 他们想念孩子 特别是七岁左右的孩子 特别是我现在的孩子 他们把现在几乎所有的 可能对我弟弟的思念 划着对这个孩子 从爱上面去 你从来没有主动 跟你父母说说 你心里的 很少说 我不太会表达情感 我是喜欢多去做 多做一点给他们 爹妈不跟你提起弟弟 你知不知道是爱你 怕你自责 怕你难受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只有这一个想法 能有什么想法 怕你更难受 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职责 也许 但是这个 每个父母对孩子的爱 这个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 弟弟走了过后 就剩我一个 他们没有责备我 没有打我 反而更加用心地来照顾我 培养我 父亲为我上学 下了十年都没有 我很感动 所以说只有把这个弟弟 一定要把他找到 如果活在这个世上 一定要把他找到 不管他是 健康也好 或者是残肺也好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好好对他 这下门真的不好打 没找到 一家人的打击 是 但是 二十五年来 这种事情经历过多了 父母今年也都六十多了吧 嗯 你知道他们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了哈 我们请他们来 一起见见面 好不好 妈妈还指着拐 妈妈腿怎么了 知道儿子老大一直自责自己吗 不怪他 那他领出去怎么能不怪他呢 怪他也没办法 没用嘛 怪他也 就是找了二十多年了 一直都得早 七岁 你过去他走哪儿跟你到哪儿吧 我给我弟弟的感情 一直是很好的 我走哪里 他都跟着哪里 嗯 嗯 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的 我们农村那个时候 一年就一双鞋嘛 就是一个季节就买一双鞋 爸爸妈妈赚钱 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凉鞋 凉鞋呢 我在外面 做作业的时候 我弟弟从院子后面就跑过来哭 我看到脚像穿了一只鞋 我说是不是鞋子掉了 他说是 爸爸买的新鞋 掉了 他就把我带过去了 带过去 我一看 这个鞋是掉到我们农村那个 敞开那个粪池里面去了 就没办法 就把那个 衣服裤子全部脱了 光着身子 就从那个边边 不是旁边有个台阶 慢慢慢慢下去 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里面都是粪便啊 什么都是在里面的 而且下面已经淤了这么一层 说这个鞋子很不好找 找了差不多 我就一点点脚 问他哪个地方 掉下去那个地方 用那个脚 脚在下面探探探 最后探上那只鞋 找起来 找起来过后 弟弟就不哭了 把那个凉鞋给他 洗干净 给他穿在脚上 然后他就笑了 笑了过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最难忘的 他说哥哥 你这么臭 我帮你洗 背后洗不到 他帮我臭背 这个是我最最感动 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到现在都不能忘 他这么懂事 更多时候我感觉 好像是 他的照顾我一样的 这么好的弟弟 我们盼望能够找到 这大门里头 也许占他 当初丢的为什么不是我 如果是我 我年龄大一点 我可能比他 能够承受的痛苦 能够担当的多一点 也不知道他这么小 经历过什么 多少打击或挫折 真希望丢的是我 过去没有跟父母说的话 有没有 如果你们真的想打 好受一点的话 我真的希望你们打我一顿 在 父母怎么谁的打你呢 我一定 我一定让你们 以后的日子好过 一定会加倍对你的好 就当弟弟在一样的 就当两个儿子的 对你的孝顺 孝敬你们这个情感 我一个人来表达 好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三位 你们好 我是这个栏目寻人团的书东 我来告诉你们寻找的结果 是这样 我们收到了你们寻人的委托之后 根据相关的线索 我们在寻找 后来在我们 等着我的官方网站上 发现了这样一个用户的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下屏幕 根据他的一些相关信息 我们经过比对 和你们要寻找的孩子 非常的相像 所以我们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人 发现这个发言的用户 他在深圳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深圳市公安局 刑侦局的齐警官 这就是齐警官 我们接下来有请齐警官 给你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们受到中央电视台 等着我栏目组的委托 迅速与当事人王海润取得联系 并采取他的选项 与四川王怀德 向翠兰夫妇比对成功 恭喜你们 好的孩子 谢谢 祝个孩子 快看看你的儿子 谢谢 哇 啊 阿楊的地方 阿楊的地方 太難了 媽媽 爹爺婆婆都想你了 想了八十多歲了 都沒把你打招 我爹爹 很渴 很想你 這算幸福的淚水吧 算啊 不容易 找著不容易 來一家四口 坐下吧 來坐坐 我們有個事想問問 那弟弟我問你啊 你七歲了還記不記得你 當時怎麼怎麼被誰抱走了 還是怎麼著 被別人抱走了 拿拿東西 被那個被誰 那個 人犯了 你不認識那人 不認識 哥 沒事了沒事了 抱著你還是拿東西給你 就是插著我的脖子 插著我的脖子 然後讓我說不出話來 然後就把我給 包走了 好了好了 哥沒事了 我不是回來了嗎 好了 好了 行啊 委屈四哥哥了 這25年啊 我就我就 我最擔心的就是 他把我搞丟了 怎麼回去向爸爸媽媽交代 肯定會打他 肯定是會打他 沒想到吧 你父母一下也沒打他 我真的沒想到 就是悲喜交加 但是我們還是很高興看到這一家團聚了 來 鼓掌祝福他們 以後的日子越來越好 我來吧 我來吧 我來 背你 來 我來 背起媽媽下場 盛過了青年半年 二十五年的英乃 此刻 煙消雲散 哥哥卸下了自責與愧疚 父母找回了孝順的兒子 重逢的喜悅 勝過了一切 願他們健康 幸福 好 有請我們的求助者上場